今天知識小學堂 我們要帶您來關心 伊朗最近發生了許多起的無名火 而且這發生的地點都蠻敏感的 因為從六月底至今 大概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八起爆炸 那剛剛說敏感 因為你看看這爆炸地點在哪裡 有港口還有七艘船隻因此被燒毀 另外核電廠還有軍事基地煉油廠 這些也都是爆炸的一個目標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是人為的呢 還是有人刻意要攻擊這些重要據點 那因為他們有懷疑說 該不會是以色列做的 可是呢現在以色列已經說不是我們了 好那美國則是有觀測到說 伊朗的防空系統 已經處在一個高度戒備的狀態 也就是說他們會鎖定那些 來自空中可能的威脅 那我們都知道伊朗 其實他們的這個地對空導彈 相關的防空系統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先前不是還有烏克蘭的飛機 飛過伊朗的上空 結果被擊毀 然後掉下來死了很多人嗎 所以美國現在就說 這個情勢有一點緊張喔 好可是其實除了伊朗之外 我們看到美國自己 同樣也是發生了無名火 好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一艘好人理查號 它是一個兩棲攻擊艦 那實際上呢 過去的幾年時間 它都是駐紮在日本的港口的 2018年才回到了母港聖地雅閣 然後進行一個檢修 可是沒有想到喔 修到三分之二喔 快要檢修完成的時候 居然就燒了起來 好幾天前開始燒喔 然後燒了四天四夜之後 終於火是滅了 可是呢 因為它的整個架構 大多都是鋁的材質 那鋁並沒有很耐熱 所以一度飆高到華氏一千度喔 這個溫度大概是摄氏 五百三十八度左右 那當然甲板就有破洞啦 結構也就有嚴重的毀損 現在就是兩條路走嘛 第一個就是好好地修復它 可是能夠修復到什麼程度呢 不曉得 再來就是說 我乾脆就把它淘汰了 好 報廢了 但是喔 通常你要去建造一艘戰艦 你要花費很多年的時間 而且你還要花很多的錢 如果你貸換的話 至少還要再打 打下這個四十億的美金 大概是一千兩百億台幣 才有辦法再打造出來 好 因此它未來何去何從呢 呃 大家也都在等著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美中之間也在尬肌肉 尬什麼 尬航母 呃 先前中國不是已經打造出 他們自製航母山東艦嗎 那現在第二艘自製航母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造當中 好 就是這個中國003航母 那這個003航母 現在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廠 進行建造 它接下來會有兩大亮點 第一個就是它會配備電磁彈射器 第二個呢 就是甲板有個大變革喔 它戰力也升級了 會採用的是這種 呃 彈滑跳式 呃 這個全通式的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它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因為其實說到了電磁彈射器 過去呢 在全世界的航母上面 我們看到只有美軍的航母 尤其是福特號才有 那現在中國自己去研發那個電磁彈射器 這將會是繼美軍的福特號航母之後 第二個擁有這樣子的一個配備的國家 好那但是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的是甲板的變革 因為現在喔 主要的採取都是用全通式的一個甲板 那這兩個到底差在哪裡呢 這兩個都是一個讓在艦載機起飛的方式 好山東艦採用的是滑跳式 它呢 實際上起飛的速度很快 可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因為它的起飛空間需要大一點 所以說它能夠艦載的機位就比較少了 大概只有12加2 那全通式呢 它雖然說彈射時間要比較久 可是你看喔 它的艦載機數量可以高達超過60架 好也因此呢 它目前還是一個全世界的主流方式 都還是採用全通式甲板 好那我們說到了美中之間的一個 呃 較勁呢 我們再來看看南海的部分 好美國的雙航母喔 先前不是說有通過南海嗎 那現在他們還在南海喔 還沒有離開 然後呢 專家就說 龐佩奧對中國的態度喔 實際上只贏不輸 為什麼 美國先前對於南海這樣子的一個爭議的地方 其實是不想站隊的 就是我盡量保持中立 可是最近龐佩奧呢 他只要說到了南海 他就會罵中國 說你們在這裡的主權聲索 都是沒有根據的 是非法的 那美方現在立場大轉變 要力挺東協國家 其實是因為這是一個沒有成本的比賽 而就算今天南海發生了什麼戰爭啦 或者是說跟東協國家 還有中國之間 吵了起來 那也不關美國的事 所以說這是一個只贏不輸的局面 好可是呢 現在也有專家指出喔 說中國還有一個殺手箭還沒有使出來喔 就是斷掉稀土 欸這個稀土喔 其實先前我們在講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就有講到好幾次 說中國呢可能就會利用稀土戰 然後呢讓美國可以在這個制裁方面喔 稍微的收手一點 那為什麼現在又提到稀土戰呢 原來是因為喔 美國的軍火商洛克希的馬丁 他不是有幫我們做愛國者三號的這個飛彈嗎 那當然中方就很不高興嘛 說這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你怎麼可以賣武器給台灣呢 所以說要去制裁洛馬這家公司 好那方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你要去製造武器 包括飛彈、戰機 你都要用到稀土 而且稀土主要的一個產出的來源喔 都是來自中國 高達95%欸 比例非常高 那再來就是美國 美國的稀土供應來源 有八成都是來自中國 好所以假設今天中國斷了你的供應鏈 不給你稀土 那美國的軍火商原料沒了 也就沒戲唱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除了在打外交戰之外 中國可能還要趕快顧好的是 他們國內的疫情控管 因為現在傳出在新疆 似乎也成為疫區了 有17個人確診 那當中的零號病人 還曾經參加過千人宴 因為其實是少數民族來說 他們都是一大家子 所以呢一個喜酒 就有好幾百人 好幾千人來參加 那參加了千人宴 這恐怕就會一個傳一個 造成社區大規模的傳染 那現在其實在網路上有很多的網民都有分享 說現在新疆的狀況真的很不好 很多人去超市搶購食品啦 甚至呢這個社區都已經封閉管理了 但是這些都是在網路上沸沸揚揚的傳 官方都沒有出來說 而且呢完全必談全淨封城這樣的消息 可是還是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到喔 包括像是有九成的航班都已經被取消了 還有一些客運啦 相關的這個進出的管道也都被停止了 所以大家也覺得說 欸搞不好在新疆的疫情 真的就如網民所說的 是已經變得嚴重的 好可是呢我們說到的疫情喔 還沒有疫苗嘛 各國都在努力研發 那現在包括英國 美國加拿大都在指控 說他們研發疫苗的機構 似乎最近都被駭客企圖入侵 而這個駭客來自俄羅斯